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我来到的是武汉的长江边 这边有好多人啊 这个江的口子这里啊 交汇之处啊 有一道非常大的一个漩涡 吸引了好多人在这里住住观看 前面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 还能看到武汉的黄鹤楼 距离有点远 武汉呢 目前200米以上的高楼 远超上海了已经 上海呢 经贸大厦 还有东方明珠 说实话都是200米以上的一个建筑 但武汉呢 现在已经决地而起了 高楼大厦如雨后春春般的拔地而起 真的是太震撼了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武汉的龙王庙 对面是武汉的南岸嘴 那边呢 上面没有开发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好的项目 如果有好项目 那必定可能会超过黄埔江畔 不信你就等着看 因为那上面真的是寸土寸金啊 然后我现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有一个石碑 上面刻了一个字 带大家见识见识 通过这块石头啊 居然能监测一个地震的一个位置啊 看到没有 应该是一个检测点 在这个位置呢 看到没有 地震宏观观测点 看到没有 应急管理局里的一个碑 那边是高楼正在建设当中 那个好像是一个全球贸易中心吧 是不是 也是一个港口 不知道到时候要做什么呢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边有个电视塔 是武汉的龟山电视塔 是武汉人自主设计研发的 然后修建的 上海的东方明珠 据说也是用了这个技术 学过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武汉很多桥梁 其他城市的桥梁也有很多武汉 帮忙援助修建的 这边有个石碑 有很多图腾 非常的漂亮 绿化非常好啊 今天呢 在长江边呢 看到一个庞然大雾 刚刚从这边好像游过去了 留下了大大的一个口子 真的是十分震撼 像马舍一样 今天呢 带大家过来驻驻观看 这里呢 是两江交汇之地 和重庆的嘉陵江 与长江很相似 也是两江在此交汇 形成的近味分明 鸳鸯锅的一个景象 鸳鸯火锅嘛 番茄和那个辣椒的 这里呢 是那个龙王庙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是一个碑 然后后面呢 正好对着这个图腾 之前长江水啊 可谓是最高的时候 到过我脚下 那边呢 是一个防汛墙 就是防止 夏天的时候长江涨水 今年呢 长江应该水位 也会上涨一点点 不会像晚年那么高了 现在呢 水位是比较低的状态 这边呢 有好多人在这里住逐观看 应该是等什么东西出现吧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看到没有 其实啊 这里面呢 是有轮床过去之后啊 或者是这个江水啊 两江交汇之后啊 形成那个水流速度不一样 所以就能看到 这边有很多的 那个漩涡线啊之类的 其实它就是两江交汇之后 近味分明的一个景象 并不是说有大祸 或者蟒蛇从这边经过 很多游客过来之后 都会被眼前的 一个壮观的景象 给震撼到 都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你们感觉这么震撼呢 这里呢 两江交汇 那边的高楼大厦非常多 你们来过武汉吗 好了 这就是在武汉长江边的所见所闻 风里雨里武汉等你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来武汉做客 来武汉旅游 欢迎大家的到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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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